好 回到第三節的黑蒙藝節目 今天很高興請到齋Sir和我們一起 今天的題目就是香港是否成管化之中 上兩節已經說到其實也是 白色恐怖不是成管化 為何這個白色恐怖或成管化會出現呢 究竟是何時開始見到端泥 何時開始見到警方或建制方面 越來越收緊對於我們的控制 是用盡辦法來打壓抹黑 甚至是出動白色恐怖呢 究竟是怎樣搞出來的呢 我個人的看法 但我想我講少許而已 我們可以開放給台下大家發表意見 我剛才在休息的時候 在休息的時候在討論的時候 就想到說 其實應該是反高鐵 即是2009年頭反高鐵 現在是對年半島時間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剛才台下有人表達的意見 就說 如果我們回到和平示威路線的時候 或者這些事情不會搞出來 我就個人不太看好 然後我看回頭 我就突然想回 在2005年底 一個韓龍來示威 是 其實2003年71大流行 即是當年 不止立區政府 中央政府都很害怕 但那幾年就形勢大好 可以這樣說 即是你香港人示威 我想警察不敢搞你 是嗎 他怕你隨時見 03 71 但到了2005年底 韓龍來示威 反映了香港的所謂 特區警察 一個醜惡的本質 因為韓龍示威 其實他們是很和平的 當然他們最後要做場大戲 於是霸佔了告示打 然後就跟警方對齒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那次那個多黑回合 都沒有了道 即是就算你被他衝入場 都沒有所謂 其實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 即是你是為了國際面子 所以你是要插班 但那晚其實他們是出動了這個催淚彈 又也是沒有足夠警告 其實他整個和3月6日抓人 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3月6日抓人的本質 是在2005年12月那個 那個世貿事件 就充分暴露了出來 他當時抓人是沒有事先警告的 又是遺棄不讓你走 然後再抓人之後 特別是分批 因為韓龍人數很多 加上本地支持的示威者 加上很多 分批抓去 有北角警署 有觀塘警署 各種警署 有些人抓去香港警署 他們就是用很非人道 即是說是侮辱尊嚴的對待 特別是女的示威者 是被搜審 是全身被搜審 那天晚上是很冷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 你可以看到香港的特區警察 和我們現在看那些爛的無線劇集 即是那些最近有套新的出現 又在說那些什麼 什麼特警 特種之外 特區政法 他無線的caption都要說 我們是要照逐程序辦事 重要的香港的警察 你相信 你相信你成就死了 即是信你兩成就雙目失明 其實 根本香港特區警察 他有一個層面 他永遠都是以前 1967年暴動的時候 香港王家警察的底子 即是那種底氣 就是他可以很暴露 很難仔 而且很成本化 很公安化 只不過這幾年 他受到上層的壓力 迫他變成 即是做回這種這樣的 猜路 所以這個是2005年已經表現出來 之後就沒有什麼發生 但是到了2006年底 剛剛就是天星事件 天星事件也是看到 最後就是清場 是吧 但是當時我想 特區政府是沒有想到 以為這個是一個個別事件 是沒有想到 原來這一班 就是天星 然後到皇后的這班人 不斷竊而不捨 而且是象徵了 香港的80後的成熟 和鐵棒這個社會運動 還有那個gaining momentum 很厲害 即是我記得 是最想天星到皇后的時候 人們覺得 天星以為只有幾個 隨時突然突然出現 因為皇后已經有很多人 怎知皇后 再來了 隔了兩年之後 來一單反高鐵 就真的令到很多人 都是目瞪口臺 是呀 其實那兩年已經不止了 即是那兩年 即是那兩年的 例如六四啊 七一啊 那你已經看到 80年全部出來 當然那時候 大家如果想想 都是這個網絡時代 也開始成熟 即是那時大家已經開始 Facegroup Facebook化 於是大家在Facebook一起聊天 大家一起聊天 就算伊朗在2009年的時候 顏色革命 綠色革命出現 所以這亦有一個寬闊的國際形勢 促成現代新一代的年青人對社會的投入參與 所謂直接民主的行動是多了 而且是強烈了 但不可以叫激烈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見到 其實警方 不要說是不警方 是建制派 譬如 由反高鐵之後開始 就已經不停有人放話 就罵你們這些傢伙 那些早世那些畫 雍年早世那些白癡畫 這個人喝得紅酒多沒白癡了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白癡 他們是代表了那些白癡的香港社會上層精英 就是那些精英 兩個字 一定是標準的 白癡和精英是會上聯合的 怎可能有些白癡精英 對精英都很白癡 白癡到一個精英的地方 白癡 白癡精英 白癡精英 那這些白癡精英 就是很差的 就是他永遠只有一個script 就是你們會撤毀人亡 是吧 他沒有想到 如果這班人的人數多 就是不要說其他任何的論述 argument 只是這班人人數多 他撤毀人亡就是你撤毀人亡 唐英年 你明不明白 你不明白 自己開窗又是跳下去 不要浪費人時間 是吧 即是你這些人怎樣做特首 你甚麼水平 你看不明白 當然是看不明白 你只不過一個原父子弟 你馬上認識的飲紅酒 甚麼都不懂 學甚麼人去做想導特首 貪圖甚麼 這種人也是這種人才會貪圖這些所謂高位 因為他是 甚麼自己的真正的自我價值都沒有 一種人 很恐怖 這個其實有些奇怪 我經常都跟人說 尤其是去生遊行 見到一些很荒謬的事發生 我們會想 即是他們其實是想甚麼 如果他們是說 我們想做特權階級 我們想保住我們的既得利益 其實它不是很合理的 有些甚麼特權階級 或者既得利益 你看著 坦白說 他都不是不明白一件事 譬如 如果 舉個例子 每一年的六四 突然間 十幾萬人說 好 我們今天 不走了 我們六四完之後 我們就坐在這裏 我們延續六四精神 坐到這個 中國有民主為止 那你不可能捉他 因為香港只有三萬警察 那你實況人坐在一個維園上 他怎樣捉我們 在維園開槍射 是 是 但是 他應該想過這些問題 其實 不會 他不會想的 從來 政府能夠維持社會的秩序和治安 令到某些人可以繼續做特權階級 是因為 那些人願意 即是我們 六百萬市民 即是七百萬市民願意 玩你這個遊戲 好了 我們乖了 然後才行 這個遊戲 如果不是哪可能 即是 我都不要說六百萬人走出來 我五十萬人出來 每天搞事 你都搞不定 即是你說抓人怎麼抓 五十萬人都 監獄都沒有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多位 你怎麼搞得定 即是很奇怪 其實是 我想如果你問這些 我們會引出其他一些討論 比較遠 不過說一句 就是我個人突然間 那些聖角度一樣 可能在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 這個所謂西方現代社會這個建構 實在是做得太好 即是太好的意思 即是容許一班精英 可以很白癡就坐在這裏 就可以甚麼都不用 即是泛來張口 是吧 醫來身手 就行 他完全不需要思考 即是和古代那些封建 皇朝那班精英 要天天去自己想通 如何繼續維持精英地位 是爭天共地 所以為甚麼 以前古代皇帝是受到很高深教育 現在這些唐英年 可以是白癡都自己想做特首 不過悲劇就是在這裏 即是人是沒有腦 都不吃腦 也即使你怎樣罵他 在民間 他都只是繼續去喝紅酒 喝醉酒 他不會想的 曾蔭權也是另一個不想事的人 還有加上 所以你說這個特區政府會死的地方就是在這裏 好 我們今天看看有沒有台下的朋友想有些發言 我們可以總結今天的一些報道 請在這裏 請先澄清一點 齊老師就說 其實那位台下的觀眾 我本人來 先前我就問 如果我們和平示威一些 那幾個警察會不會對我們客氣一些 我想齊老師誤會了 那我本人就 那我本人就 就是滑下馬頭的時候 就留手 就在那裏做人臉 那我在做人臉 就是被警察分國抬走之後 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 就是 我們示威者為什麼全部按住鐵馬 就是 可不可以直接推鐵馬衝向警察呢 我意思不是和平示威一些 就是想要社運人士和平示威一些黑相反 我是想要不要那麼聽話 強硬一點 多謝 多謝 多謝您的澄清 我真的聽漏了 其實這個是 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所謂的和平示威是 由 我想是六、九年開始 港英經歷了暴動教訓之後 他成功控制大局之後 即是 那班 即是同意港英在統治 因為有個拒共 強烈拒共心態 就是那班人 一路去到八九 然後一路去到九七 就是一種 即是我們叫做 叫做深小不孫的 同意 一種共謀 一種共謀 一種social consent 即是覺得我們應該維持這種局面 我們不應該 推倒這個所謂 特區政府和這種建制 但大家都好 大家都有飯吃 大家都OK 但這件事其實已經是很 即是在過去五年已經是 基本上不再生效 特別在03之後的香港大學畢業生 已經不再生效 或者甚至早到00年 00年之後 有很多香港的大學畢生 已經不是這樣一回事 這個可能也是隨著香港的政治環境 即是這個越來越闊 你講到的地步 就是似乎涉及的 不單止是香港的成本問題 亦是涉及到香港的政治 和經濟結構的問題 無論如何 我們有一件事無容置疑 就是香港已經來到 即是白色恐怖 或者是一個成本化 已經是很嚴重 而如果我們不再做些 那麼 習近平常常說 例如六七暴動 為何無緣無故 英國人要轉他的管治模式 或者去任何一些地方 為何要開放民主 開放施政 其實就是因為人民覺得不滿 不妨 你走出來 借你下台 最近的有莫里花革命 難道埃及總統真的很想自己下台 一定是人民上街 搞到他施政不能 國家癱瘓 那我就說 好了我走了 這個也是香港人的教訓 希望大家7月1號出來 一定要 如果大家特別是新一代 我們現在都很難記不上一代 我個人就真的 不要這樣說 不是真的很多人 如果只是握手 不是 我也明白 但我真的用反話說 如果你上一代 稍為聰明一點的 你都應該出來 特別是0371出過來的人 你應該明白 現在是另外一個反對23條的 已經是危急關頭 所以六四港海那天 我自己拿著大聲公都在維園 喊大家要反對23條 準備 其實現在所有這些都是23條的先聲 也是準備 將香港帶入一個 有23條式的白色恐怖社會 大家是否真的覺得這個社會 只要樓價夠高 他就很happy 好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很多謝 跟我們一起分享了這麼久 希望大家留意我們的訊息 下一次我們下個月尾 會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各位 拜拜